他是共产党的大恩人 周总理将他视为知己 邓小平对他敬重有加 甚至连万人之上的毛主席 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 这个人就是宋庆龄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 从民国国母到共和国副主席 历经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宋庆龄与毛主席之间 既是患难时期的肝胆相照 也有共赢曙光的君子之交 而1972年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 毛主席的一个临时举动 更是让宋庆龄不由感慨 毛主席真是聪明 欢迎百多搜索毛主席与宋庆龄 了解更多年代事迹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1972年一代元帅陈毅于是长辞 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纷纷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可临近追悼会的前一个小时 原本没打算参加的毛主席 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还用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志 盖棺定论了这位开国元勋的一生 这位开国元勋的一生